美国高层官员将到国会作证争取支持攻打叙利亚 中国总理李克强再次强调反对国际社会参与解决南海主权争端 日本核污水泄露问题严重 政府将拨款4亿7千万美元解决问题 观众朋友们晚上好 欢迎您收看今天2013年9月3号星期二的ZOA委试 我是郑玉文 近来中国各地有许多的维权人士被逮捕 北京在宣称打击腐败的同时 却又逮捕这些要求反腐的人士 这到底是为什么 今晚节目中我们就为您邀请了中国著名维权律师 萧国珍律师来谈谈他的个人观察与分析 不过首先我们要来看看这个小时的头条新闻 美国延迟了对叙利亚的军事行动 到底可能引发哪些反应呢 星期二美国总统奥巴马的高层外交官员 还有国防官员将要在国会参议院一个委员会作证 奥巴马请求国会授权 他在叙利亚采取军事行动 美国国务卿克里国防部长哈格尔 还有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邓普希将军 将要在参议院的外交委员会作证 奥巴马总统说 他希望在对叙利亚发动军事打击前 能够获得国会的认可 据称叙利亚当局对平民使用了化学武器 而白宫官员则继续的举行闭门会议 来向国会议员介绍有关的情况 以争取他们支持奥巴马总统的计划 美国参议员麦凯恩还有格雷厄姆说呢 他们星期一会见奥巴马之后受到了鼓舞 但是表示他们希望对有关的计划 做出某些改动 麦凯恩说 在援助叙利亚反政府武装的同时 必须要削弱叙利亚总统阿萨德的力量 那么就像我们刚刚在新闻当中看到的 两位美国可以说是重量级的参议员都说 奥巴马政府正在制定一个切实的计划 来支援叙利亚反对派 帮助把阿萨德总统赶下台 有关详细情况下面继续是VOA卫视的报道 共和党参议员麦凯恩和格雷厄姆 星期一在白宫会晤了美国总统奥巴马 他们两人都支持对叙利亚采取强硬行动 奥巴马说在对叙利亚据称对平民使用化学武器迟迟军事打击之前 他希望国会能批准他的请求 麦凯恩参议员说 如果国会在美国总统已经承诺要采取行动后 要拒绝这样一个决议案 后果将是灾难性的 因为这个国家跟朋友和敌手的信誉 这不仅是对本届总统 而且是对未来的美国总统都会丧失殆尽 另一方面 两位俄罗斯议员星期一会晤普京总统 讨论派遣一个议会代表团去华盛顿 敦促美国的同仁不要支持对叙利亚采取任何军事行动 俄罗斯联邦委员会主席马特·维言科对普京总统说 联邦委员会和国家渡满的代表对叙利亚局势深表关注 我们完全支持你奉行的绝不允许在没有任何联合国制裁 没有联合国决议案 没有任何理由 没有违反国际法的情况下进行干预 美国总统宣布要寻求国会的支持 对叙利亚实施可能的打击 我们认为两国的议会应对此做出更积极的贡献 普京说这个想法非常及时和正确 俄罗斯是叙利亚长期盟友 质疑美国所说的阿萨德政府 对平民使用化学武器证据的可信度 阿萨德在接受法国报纸《费加罗报》采访时表示 指控他的军队对使用毒气负责是不合逻辑的 联合国秘书长潘金文将于星期二就叙利亚最新发展 向安理会成员国进行通报 上个月在大马士革附近的平民受到化学武器的袭击 导致1400多人丧生 联合国一个检察团已从当地土壤和受害者身上采集了样本 VOA卫视报道 欢迎您继续回到VOA卫视 美国到底何时会对叙利亚展开军事行动呢 奥巴马总统他已经宣布了对叙利亚要实行军事打击 并且要表示他必须要得到国会的授权 那么政府官员可以说都在积极的行动 要来争取国会的支持 不过呢要说服国会授权对叙利亚动武 对于白宫来说 这可能是一项非常艰巨的任务 下面继续是美国之音记者杨诚 搜搜的报道 星期一联邦假日劳工节 奥巴马总统在白宫会晤了参议员麦凯恩 麦凯恩参议员一直敦促总统对叙利亚采取行动 我们今天的谈话富有成效 我们要在国会推动决议案 希望大多数议员能够支持 如果国会否决这个议案 那将是灾难性的 因为这会损害美国的信誉 损害美国总统的信誉 正在休会的美国国会议员们 在国会9月9号复会之前 就要提前忙碌起来了 这几天白宫官员连续不断地与议员们接触 争取他们投票授权向叙利亚动用武力 民主党众议员莱文 相信国会将支持叙利亚行动 我有信心国会议员们将投票表示支持 因为如果我们什么都不做 我们将会发出错误的信息 但是要说服国会授权向叙利亚动用武力 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虽然白宫提供了叙利亚使用化学武器的情报 仍然有议员 包括民主党和共和党成员在内 怀疑对叙利亚动武的必要 民主党众议员汉恩质疑说 这能构成宣战的理由吗 我们的目标是什么 我们要给总统什么样的授权 他说美国不应该独自行动 应该争取国际社会支持 奥巴马总统9月3号星期二 计划与国会参众两院外交事务 军事与情报委员会的议员们会晤 参议院外交委员会预定星期二下午开始 有关的听证 国务卿克里与国防部长哈格尔都将出席作证 我们知道美国总统奥巴马正在寻求国会支持 对叙利亚展开军事行动 不过一般预计呢 美国国会至少要等到下个星期一复会以后 才会就攻打叙利亚的问题来展开讨论 那么美国攻打叙利亚的计划推迟了 这可能会带来什么样的效应 如果美国对叙利亚采取军事打击 那么持反对立场的中国又会如何来因应 对于美中关系可能会带来什么样的影响呢 下面我们就要通过连线 请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的副院长 金灿荣教授来为您进行分析 金教授您好 谢谢您好 水金教授 首先您如何看待美国推迟了这项攻打计划呢 我觉得这是奥巴马总统做了一个对他个人非常有利的决定 因为如果他自己单独做决定 那么以后如果出现了证据 是反对派做了这个事 那么他在历史上是无法交代了 特别是他头上顶着诺贝尔和民奖的光环 那个那对美国的形象对整个西方的形象都是一个存在 现在呢他把这个责任就交给了国会 那个然后时间也往后推一点 这样的话呢就是说他做决策会慎重一点 然后以后承担责任是国会来承担 所以对他个人来讲我觉得是非常聪明的一个选择 是那么金教授但也有人说 这一般来认为这个美国国会两院最终还是会批准对叙利亚来动武 不过呢现在的推迟很有可能导致叙利亚政府可以部署他们的士兵 部署好他们的武器 您的看法又是如何 如果这场战真打起来可能造成什么样的后果呢 我觉得真打起来 哦 叙利亚政府这几天的动作也没太大意义吧 因为这是不对称战争嘛 这个他不改变那个结果啊 所以叙利亚政府方面会有损失的 这个军事上我觉得这几天早一天晚一天意义不大 那个但是呢那个政治上是这样的 就是打了以后他这个后果不清楚 这个也可能就是很简单 就是说这个打了以后 叙利亚内部格局恢复平衡 因为目前战场形势是对叙利亚政府有利的 反对派已经盯不住了 那个然后美国打一打把一些政府军重武器撤毁掉 那么反对派方面能得到喘息之机 他战场会恢复一个平衡 那个但是如果仅仅是一个有限打击啊 这个平衡 我估计再过去呢 这又会恢复到政府方面 这个除非就是美国出地面武装 把巴塞尔车里拿下 这个就是车里解决问题 但是那样下去那个后面就就就就美国的代价就不清楚了 也可能死人 也可能花很多钱 目前我看奥巴马还不会这么做 只是有限打击 而有限打击 我觉得顶多就是让那个战场形势局部恢复平衡 是那么金教授我们也知道这个中国的立场一向是反对这个军事行动的 如果说今天美国采取了军事打击行动来打击叙利亚的话 您认为中国应该要如何来应对 那么美国采取这样的一个军事行动有没有可能会对美中关系带来影响呢 您的看法 中国现在立场是三点 一个就是说反对任何一方动用话物 第二个就是由联合国进行独立 这个客观公正和科学的调查 第三个政治解决 这是中国立场的三项点 那么如果美国真打了 我估计中国就是尽量在联合国这个范围之内 这个呼吁恢复这个政治行动 这个 然后其他方面中国不会有太大的动作 所以大概中国的方向是两个 一个还是在联合国内部呼吁停止军事行动 然后那个恢复政治谈判的轨道 然后如果具体一点呢 就在国与国关系里面可能会跟俄国协调一定的立场 是 那个所以大概是两个动作 然后至于说中美关系的影响应该影响不大吧 是 好的 我们非常感谢这是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的金灿荣教授 接受我们美国之音的访问 我们也知道 奥巴马总统在这个星期呢 即将要前往俄罗斯来参与20国集团峰会 那么是否会与俄罗斯继续就叙利亚的问题进行讨论 我们也将有详尽的报道 不过请您休息一下 稍后回来 中国维权律师也是新公民运动的参与者 肖国真律师 待会将通过连线来参与我们的现场节目 谈谈北京当局对于维权人士所展开的大规模逮捕和打压行动 请休息一下 我们马上回来 欢迎来美国之音中文网站观看VOA卫视的现场直播 我们的网址是www.voachinese.com 然后点击网页右边的现场电视 在这里您也可以观看VOA卫视不同栏目的视频 方法是进入VOA卫视 然后点击您喜欢的栏目 如果你对我们的节目有什么意见和建议 欢迎您给我们发电子邮件 电邮性相识 chinese at voanews.com 后任香港客战 我现在最多的讲 如果您希望通过电邮参加VOA卫视 时日大家谈节目的讨论 请把您的问题或评论发到VOA新闻at gmail.com VOA卫视全新推出 敬请关注 欢迎您继续回到VOA卫视 今年7月份呢 中国知名的法学学者 公盟创始人许志勇 被北京的警方以涉嫌拒重扰乱公共场所秩序罪 刑事拘留 并且在8月份呢 被正式的批捕 这也再次凸显了中国当局近来 对于全国各地的维权人士 还有公民运动的打压 那么根据估计在许志勇被捕的前后 已经有超过100人被逮捕 那么从北京的逮捕行动 我们是否可以看得出来 习近平未来到底有没有可能进行政治改革 那么北京为何要对这些立场温和的公民运动者 来进行打压呢 那么有关详情 今天我们在VOA的卫视节目当中 很高兴的为您邀请到 在7月底离开中国 来到了美国的维权律师 也是中国新公民运动的积极参与者 萧国真律师 来谈谈他的亲身经历 萧律师您好 您好 主持人 您好 欢迎您 我想首先我们就先来看看许志勇先生的事件 我们知道从去年12月开始 包括许志勇先生 包括丁家喜律师 包括了许许多多的这个公民运动者 他们在街头 那么在网络上发起了要求这个政府财产 政府官员来公布他们财产 这样的一个新公民运动 但是陆陆续续有多人被逮捕 那么就您当时在当地的观察 能不能跟我们介绍一下 这整个事件的一个发展始末 是这样 我呢也参与了这一场 我认为堪称伟大的公民运动 关于公元财产公事这一块呢 据我所知 先是有网络的一个呼吁联署 这个联署呢 有总共有八千多人参加 在许志勇 他们被拘留 之前就已经有八千多人 这是一个网上的一个 签署联名的一个过程 然后随后呢 陆陆续续有很多的公民走上了街头 而且不只是陷于北京 还有广东啊 江西啊等等的一些公民 直接在街头举牌 要求公事财产 这呢引起了当局的恐慌 以至于对很多公民 进行刑拘 以及其他各种形式的打压 这是一个大致的情况介绍 是 那么肖律师我们也知道 这场行动其实一直以来 它都是号称立场非常的温和 那么没有任何的激进行动 或者是暴力行动 这样的方式来进行的 您认为北京当局 为什么还要针对 这样一个立场温和的一个行动 来进行打压 特别我们看到北京 现在自己也在高举着 要打击贪腐的旗号 为什么在这个时候 还要来打击这些 提出反腐的维权人士 或者是公民运动者呢 我想这需要从一个大背景说起 其实光源财产公示的 这么一个要求和呼吁呢 它是公民运动的一个组成部分 一个议题之一 那么我们要看这个国内的 一个大的公民运动的背景 其实公民运动不仅仅限于 光源财产公示 还包括一些具体的 各种各样的言行 那么首先公民运动 是有共同理念的民主 宪政理念的公民 公同认可一个公同的公民身份 大家呢 比如说可以采用多种多样的方式 来进行一些公民活动 比如说同城聚餐 为一些良心犯 以及一些被欺压的弱势群体 以为法律援助 这个法律援助 这也是维权运动的一部分 还有呢 我们曾经试图推动 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 国际公约的希望能够通过 全国人大的批准 包括我们做一些 违线审查的项目 包括公民发起一些守望工程 就是如果有公民 对公权利进行非法的打压 我们彼此互相守望 那么光源财产公示 它只是公民运动的 其中的一个部分 但是呢 为什么当公民要求 光源财产公示的时候 受到最严厉的打压 我想 这是触动了 官方最敏感的一条神经 因为这对权贵资本 构成威胁 对公权利 对腐败的 经常被难用的公权利 构成一个很大的约束 因此呢 光源财产公示 让当局特别特别的恐慌 是 所以就遭受到这么严重的一个打压 我是这么不气的 是 肖律师 所以您说这个整个事情的发展 可能就是因为触动了 到了中国当局的这个敏感的神经 那么在另外一方面 我们也看到了 那么实际上这整个 要求这个官员财产公示的 这样的一个运动呢 实际上推行了很久 就像您说的 也得到了非常多的联署 您是不是也能谈一谈啊 就是您与这个所谓 新公民运动之间的联系 我们知道您在多次的这种所谓聚餐活动当中 也是担任主持人 您认为中国的这整个新公民运动 它希望推动的是一个什么样的目标呢 新公民运动 推动的目标 最终的目标 我想它是 希望能够建立一个民主 宪政法治 尊重人权和自由的一个 一个新的国家 这是一个方面 那么这其实公民运动的内谈是很多的 一方面我们遵守民主的规则 我们要努力的培育公民社会 这个过程是一个自发自治自觉的过程 那么通过这么一个过程呢 我们来奏奏公民的共同体 来普及公民的常识和意识 来让更多的人了解什么是宪政 什么是真正的民主 而不是虚假的民主 是 等等 我们会有很多的议题 这些议题呢 刚才也已经有提到过 是 肖律师啊 我想这个您从法律的背景 继续再来跟我们谈谈 刚刚我们也看到了 包括许志勇先生 包括这个丁家喜先生 很多位的这样的维权人士 他们都是以 比如说是聚众扰乱公共场所秩序 或者是寻衅滋事 这样的一种所谓的治安类的罪名 被定罪 被当局逮捕 您是不是能跟我们谈谈 很多人说 这其实整个发展是一个政治的案件 但是中国当局把它变成一种治安类的案件 要降低它的政治敏感度 您刚刚也稍微提到了 作为一位律师 您认为将来要如何的来帮助这些公民运动者 来抵御这个当局对他们的这种 在法律上的控诉呢 我想这分为 可以分为几个层面 对他们的帮助 当局呢 对他们的打压的罪名呢 是有意的去政治化 去良心犯化 这个罪名据我所知的是 有刑性 曾经居然他们试图对定家行律师 以刑性自事来进行使用 后来他们觉得过不去 又改为非法集会 数亿罪名啊 还有 其实我还要刚才我说的还不够的 就是 有很多的公民 也是因为公民运动 就目前我所统计的有189 作为良心化 被采取各种形式强制措施 他们的罪名呢 不只是刚才您说的 剧中扰乱 社会秩序 还有刑性自事 诈骗 敲诈勒索 抽逃资金 非法经营 交出伪劣商品 剧中扰乱 交出秩序 不害公共 非法拒禁 还有依刷 非法出保护等等 各种罪名 那么当局为什么要这样做 那么我们研究当局 为什么要这样做呢 我们就能采取相应的一个措施 来保护这些被侵犯人权的 良心化的人权 那么当局要去证的话 我们要怎么做 那么我想我们应当让事情 让这个案件回归到真相和真理上来 那么真相是什么 这些被打压的公民 是因为公民运动 违群运动 特别是有很多公民 是因为官员财产公事 而被抓的 那么我们要回归到 这么一个真相上来 而不要被当局所诱导 那么如何帮助他们 我想分为这么几个层面 第一 法律援助 就我所知 这些良心犯 绝大多数都得到了 很多律师 以及很多民众的呼吁 给他们提供帮助 而律师也已经在实质性地为他们提供帮助 这是一块 我相信这些律师会为他们提供很有力的辩护 这是第一块 那么第二块 作为民众 作为普通人 尤其是作为媒体人 包括像美国之音 你们做得非常棒 那么我们可以大家一起来围观 来关注 来把这些事情 让更多的人知道 这是一块 还有呢 除了刚才我说的这一些以外 在必要的时候 其实包括我自己 我们已经在考虑 像有关的国际的有权机关 比如说联合国的人权机制 那么必要的时候 可以提起申诉 或者其他的一些 就是一些外围的一些帮助 我认为也是很重要的 因为中国政府 在中国国内 他们已经是 可以说达到了为所欲为 肆无忌惮的地步 那么国际社会的呼吁 以及有关的国际机构的 对这个案件的关注 声援 也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我觉得这三块 大体能够 形成比较好的帮助 这是良心犯 是的 肖律师您刚刚也提到 作为一位中国的公民 这是其中的一个层面 那我们也知道 许志勇先生 他在被捕入狱之后 曾经从狱中 发布这样的一段视频 他也呼吁 所有的中国公民 要肩负起他们 作为公民的责任 作为一个堂堂正正的 一个中国公民 但是我们也知道 就像你们所推动的 在中国要作为 这样的一个 负起责任的公民 实际上是要面临 许多的风险的 您是不是能够 跟我们谈一谈 很多人认为 在习近平上台之后 很多人对于 他的政治改革 对于他的言论自由放宽 有很高的很高的期望 但是现在看来 情况好像不是如此 您的看法呢 其实早在去年的时候 我就已经有一些 这方面的预测评价 那么就是对中共政府 由于它本有的践踏法治 践踏人权的邪恶的本性 我不认为某一个领导人上台 就能够改变这种 作为一个专制政权的 不有的本性 包括当时我说到 不管是谁上台 在我看来 就是说我们不能寄希望于官方 我们曾经盼望江泽民上台以后 能够有法治 能够有人权 我们曾经盼望胡温新政 上台 能够有很好的人质 法治状况 sorry 然后又盼望习理新政 我认为不要盼下去了 公民生活会应当自我成长 自我发展 只有以民间来倒闭官方 才有可能导致政治体制改革 才有可能导致民主的转型 我曾经说过一句话 就是肉事者比 未能远眸 希望在民间 谢谢 是 肖律师最后 我想我们还有一点时间 我想要把焦点 集中在您的个人 我们知道您是在 七月底左右 离开中国来到美国的 是不是能够我们谈谈 是在什么样的一个情况下 让您决定 做出这样的一个决定 要离开中国 而且我们知道 就在您离开中国之后 中国当局也继续的逮捕 包括您的好朋友 郭飞雄 李化平先生也陆续被捕 您有没有想过 如果您今天还待在中国 可能面临什么样的一个景象 其实在我出来之前 我就听到有一些 可靠的朋友告诉我说 我已经列入了被抓捕名单 那么这个对我 并没有心理上的很大的冲击 因为其实我们在国内 做一些公民社会的推动的话 时刻都面临着风险 而且我自己 也曾经做好了一些安排 就是如果被捕 那么可以有哪些事情 需要大家一起来做 有哪些事情 需要为我提供帮助 比如说我曾经说到 一 请为我提供法律援助 我当时给许志勇 还有其他的很少数的 几个朋友有部分复 第二 就是家人如何安顿 我都已经有一个详细的安排 而且我也鼓励大家 包括许志勇 我说要随时做好被捕的准备 这是一个心理上的准备 另外呢 我呢 女儿也因为曾经跟我一起 被国保多次跟踪 这对她有很大的一个 心理上的一个伤害 我决定把她带出来 在我出来之前 看到朋友们一个一个进去 我当时曾经给少数的 结尾朋友写过邮件 我说不知道下一个是谁 我们随时都要做好这么一个准备 所以我出来呢 这是一个 其实也是一个顺理成章的事情 因为我是本来是想把女儿带出来 然后后来出来以后 发现我的朋友 郭辉雄 李花平 一个一个被抓 那么我觉得如果在国内的话 我被抓的概念 我不敢说是百分之百 也是相当相当的高 我想是这样子 谢谢 是的 好的 我们非常感谢肖国珍律师 在这个百忙之中 抽空接受美国基因的访问 非常感谢您 肖律师 那么如果您也关注 中国公民运动的走向 或者您想要表达 您的看法和建言 我们欢迎您登入 我们美国基因中文网 来查看相关的报道 同时在我们的网站上留言 我们的网址是 voachinese.com 稍后回来 美国基因驻台北记者 黄耀义 要为您报道 在台湾所发生的 火车出轨事件 休息一下 我们马上回来 中文网 欢迎您继续回到 VOA卫视 继续我们要把镜头 转向台湾 康瑞台风呢 在台湾可以说 造成了严重的灾情 除了各地淹水之外 落石也造成各种损害 同时还有火车 因为好雨 所造成的土石流而出轨 造成了多人轻重伤 那么这次的灾情呢 也让台湾各级政府 开始检讨 治水防台的政策 我们下面就要通过连线 请美国之音 驻台北记者黄耀义 来我们报道最新的情况 妖艺你好 跟我们谈一下 我们知道这次火车出轨的事件 看起来好像挺严重的 能不能跟我们谈一下 这个事件到底是怎么样发生的 而且它引起什么样的一个后果呢 是的妖艺 我们好像听不太到您的声音 妖艺你可以听得到我的声音吗 好的我们可能因为技术上的问题 我们现在没有办法听到 美国之音驻台北的记者黄耀义 他的连线的一些情况 不过稍后如果可以的话 我们将继续的来带您看看 在台湾非常有关台风所领取的一个声音 好的我们现在听到了耀义的声音 是不是能够继续跟耀义进行连线呢 好耀义你现在听得到我的声音吗 好耀义可能听不到我们的声音 我们稍后再回来继续为您报道 有关于台风这次火车出轨的情况 不过呢接下来要为您报道的这则消息 可能希望让大家对这个交通运输工具 有一些信心 就是在六年前 在台湾同样的也有17位 他们平均年龄已经到81岁的老人 他们骑着摩托车 完成了环游台湾全岛的壮举 那么这当中还有10个人 他们在最近更是远征 到了美国加州 现在他们是平均87岁 这样的一个老年人了 他们的雄心壮志 可以说让人刮目相看 下面我们就来看看美国之音记者 国福从洛杉矶发来的报道 来自台湾平均年龄87岁的十位老人 上星期从北加州的圣河赛 乘坐摩托车南下洛杉矶 一路访问各地的养老院 放映纪录片《不老骑士》 给美国老人欣赏 这是他们六年前 17人结伴骑摩托车 环游台湾的故事 他们以13天的时间 征服了1175公里的环岛公路 高龄的壮举吸引了美国的同龄人 穷斯说 我想我要开始多吃米饭 看看到底是什么 让他们这么年轻 克罗斯表示 如果摩托车有三个轮子 也许我会骑 只有两个轮子的话 摔倒就太危险了 穷安看了《不老骑士》的纪录片 深有所感 穷安说 他们很有雄心壮志 不仅这样 他们还贯彻始终达到他们的目标 也就是说 他们不但有梦想 还采取实际行动来完成它 17个南枪北调的老人 有的不顾家人的反对 跨上征程 在接近人生黄昏的时刻 追求夕阳的无限好 他们的故事 超越了体力和毅力的挑战 环岛行程结束6年后 有四位不老骑士 已经消失在夕阳里 不过还有十位骑士 带着他们的纪录片来到加州 北加州的BMW 摩托车俱乐部的成员 担任他们的驾驶 上星期 从北加州一路开来南加州 这些美国骑士 和不老骑士的语言不通 不过障碍问题不大 孙湘春说 他说什么 我表示这个意思 我就知道了 知道我就OK 上车下车 但表示 我们有办法沟通 我们已经好久没有像过去几天那样 笑得这么厉害了 这个经验真棒 不老骑士缔造了港台的纪录片票房记录 也是第一部在美国商业院线放营的台湾纪录片 他获得了纽约亚太电影节的观众票选奖 在韩国釜山电影节也获得入围 导演华天昊说 我原本没有想到说这部片会拍给其他的国家的人看 那我觉得或许说有一些情感是可以跨过文化的 那就是当我看到刚才就是外国人 你可能因为一样的笑话会笑 然后你可能会因为一样地方流人泪 张红道牧师夫妇是唯一的夫妻党不老骑士 张红道忘不了去年去世的队友阿同伯 他说 他的太太还没去世之前 他就太太说 阿东辈 阿东辈 你到底要在我多久 他说我到八十岁男若是没有去世的话 我一定会在他 在你 结果都过了十三年之后 太太 哇 谁都死掉了 他就实行诺言 就用把他的相片放大 放在摩托车前面 表示太太还坐在后面 人的长短 离我都没有把握 我们能够把握只有一些秒钟 下一秒钟呢 我们都要都随时什么时候走 我们都没有把握 所以要好好活在当下 所以他才说这是我们的第二次的命运 我们那一趟旅行 受感动的不只是老夫老妻 张永乔是这个电影的制片 他说 这些爷爷奶奶他们叫了我们 就是他就是看到你 他就是直接问你说 你会不会冷 你吃饱了没有 那就是他是一个很直接的问候 问候你的方可能就是一个拥抱 或者是一个微笑 是一个很直接的情感 那我觉得提醒了我们很多事情 就是我今天想念某个人 我不要再text他了 我可能就打个电话 或者就是回家看爸爸 或者回家看爷爷奶奶 林依林是宏道老人福利基金会执行长 他是不老骑士环岛活动的推手 他表示 希望可以透过影像的力量 可以让大家看见 原来老了不是没有用 其实老了开开 年纪大了 实际上还可以做非常多的事情 88岁的赖秀生 回忆六年前起摩托车环岛 沿着苏花公路的一段最危险 有许多隧道扑鸣扑暗 大卡车和游览车和他们争到 不管他危险不危险 好玩嘛 他们没有被吓退 因为他们有不老骑士的精神 不怕苦 不怕难 不怕难 不大目的 永不去中止 不老骑士干 不老骑士牛 不老骑士 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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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郭福 从洛杉矶发来的报道 不老骑士真是不简单 不过同样也抱持着不放弃的精神 我们现在又接通了 我们在台北的记者黄耀义 我们要请耀义给我们介绍一下 这次在台湾所发生的火车出轨事件 到底情况如何 耀义 是 郁文 这次是台铁的自强2号列车 上个周六在南回的方山隧道撞上土石流 造成12个人受伤 这个我们看到并不是土石流撞到车 而是火车直接撞到土石流里面 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状况 是因为那时候火车从里面 2号隧道口出来的时候 已经看到前面的隧道里面 已经装满了土石流 就是因为这个康瑞台风带来的豪雨造成土石流 它刹车已经来不及了 这个火车就直接冲到隧道里面去 撞到土石流堆里头去了 所以说就造成这个火车事故 而且呢不只是列车出轨了 它的五六节车厢还脱轨 分离了十公尺以上 而四五节车厢也损失 损伤非常严重 尤其是第四节车厢里面有厕所 那它的玻璃呢 碎裂之后有人在里面上厕所 就被玻璃刺到了 所以说它的灾情是蛮严重 也有12个人受伤 那么呢南辉铁路的因子就中断了 不过在台湾铁路公司 抢销了51个小时之后呢 在今天星期的早上10点半 才恢复了同车 宇文 是 药业我们也知道 就像你刚刚说 这次是火车直接撞上了 冲击而来的这个土石流啊 据说这是台湾四十年来 首见有这样的一个案例 那么台湾当局在这个事件发生之后 是不是也展开讨论 到底未来在防水或者防台方面 有哪些新的政策呢 是 其实我们看到 其实这个南辉铁路 已经发生过五次撞上土石流的意外事故 从2004年到现在啊 那不过因为这么严重的一个灾情呢 导致各级政府都要讨论 未来要怎么营营 包括了增加抽水战 河川的排水 低洼地区的家 要设水闸门 避免大水直接冲到民宅里面 还有水土保湿 还有限制超抽地下水 那么呢 行政院长江宇华施在说 他说三个月之内 就会提出新的治水政策 要综合国土防灾 综合治水 立体防灾 还有流域治理等等啊 不过呢 过去八年曾经也花了八亿元来治水 但是却被批评说 治标不治本 而且资源分配的绑装 还有偷工减料的情况 所以现在各界也在关注说 新的防灾计划 究竟能不能真的实施 郁文 好的 我们非常感谢 就是美国之音驻台北的记者 黄耀义 在台北为我们所做的最新报道 我们稍后回来休息一下 我们要带您看看 美国的篮球明星罗德曼 他又再一次的访问朝鲜了 到底是为什么呢 稍后回来 我们有详尽报道 请您休息一下 我们马上回来 接触信息的脉动 感受时代的心跳 持续可靠的消息来源 平衡客观的新闻理念 我是樊江平 欢迎收看美国之音VOA卫视 欢迎您继续回到VOA卫视 稍后第二小时 我们要为您播出的是 时事大家谈 主持人吴欣欣已经来到现场 欣欣你好 你好 是 欣欣我们知道 最近有很多的新闻事件 包括中国国内还有国际之间 今天第二小时的时事 大家谈要和我们谈些什么 我们今天有两个话题 一个是18届三中全会 即将在11月份召开 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会议 中共十年一次的 最重要的一个会议 所以我们将讨论一些 就是关于这个会议的一些话题 比如说这次会议有什么样的看点 然后中国官媒说 这次会议可能要推出 深化改革的这个政策 那么深化改革 究竟是深化政治改革 还是深化经济改革呢 然后另外一个非常重要的一方面 就是这个反腐 那我们知道这个最近 南华早报是报道说 要中共是建制周永康 那我们也要讨论一下 说这个有没有可能 对特别我们看到最近 这个国有资产管理局的 这个蒋洁敏 是不是 他被这个被调查 这个涉嫌危机的事情 我相信今天在我们节目当中 嘉宾也会提到 第二个主题 我们要谈些什么呢 第二个主题是要谈这个李天逸案 那我们知道这个李天逸的父母 都是有权有势的这个 一个是军 两个都是军旅歌唱家 那特别他的父亲李双江 还是一个将军级的一个歌唱家 所以呢 我们要讨论一下 这个案子呢 为什么这么长时间 受到中国社会 这么全面的关注 另外呢 我们还要谈一谈 这个军方是否会担心 这个案件会引发 这个仇军的情绪 因为中国民间呢 已经有对这个案件 产生出一些仇富 还有仇冠的这种情绪 那么是否会出现 这个仇军的这种情绪 是的 这是一个非常受到关注的 一个社会案件 我们非常谢谢欣欣 那么也请观众朋友们 持续的锁定我们VOA卫视 收看我们稍后第二小时 时时大家谈节目 休息一下 我们马上回来 欢迎订阅 继续回到VOA卫视 美国的退休篮球明星 罗德曼 他在今年第二次的 访问了朝鲜 不过他拒绝说明 他此行是否与争取 一名被监禁的 韩国裔美国公民的 祸事有关联 下面就是VOA卫视 搜索的报道 罗德曼星期二 启程赴平壤之前 在北京机场 对记者说 他希望在所谓 篮球外交之礼中 再次会见他的朋友 朝鲜领导人金正恩 我想尽量保持 彼此之间的交流沟通 这次只是想去看看 我的朋友金正恩元帅 尝试成立一个篮球联盟 今年二月 罗德曼在平壤 与金正恩 进行了不同寻常的会晤 在那次访问期间 罗德曼将金正恩 称为一生的朋友 罗德曼上星期 对哈芬登邮报说 他肯定会利用这次访问 请求金正恩释放患病的 韩裔美国传教士 裴俊浩 裴俊浩在朝鲜 被判15年劳改 但罗德曼星期二 拒绝回答 有关裴俊浩的问题 他说 他不想谈这个问题 现前52岁的罗德曼说 他在裴俊浩 获释的问题上 没有得到任何承诺 这次访问朝鲜 只是一个友好的姿态 在罗德曼访问朝鲜之前 朝鲜因为美韩8月 举行联合军事演习 而取消了对美国特使 罗伯特金的访问邀请 美国之音 VOA卫视报道 另外呢 菲律宾在星期二指责中国 在有争议的南中国海 黄岩岛上 来建立新的设施 而在中国方面呢 中国总理李克强 则是再一次的强调 反对国际社会 来参与解决有关 南中国海主权争端的立场 有关详情 下面继续 是VOA卫视的报道 中国总理李克强 星期二在第十届 中国东盟博览会上 谈到南中国海主权争端时说 中国希望南中国海争端 由直接当事方通过协商来解决 对于南海争议 中方一贯主张 应当由直接当事方 在尊重历史事实和国际法的基础上来谈 中国政府是有担当的 也愿意通过友好协商 寻求妥善解决之策 李克强还表示 南中国海争端不应该也不可能 影响中国同东盟合作的大局 并誓言将继续支持东盟的发展壮大 和在东亚合作中的主导地位 中国对东盟的牧林友好政策 绝不是权宜之息 而是我们长期坚持的战略选择 中方将坚定不移的 把东盟国家作为周边外交的优先方向 就在李克强发表上述讲话之后 菲律宾国防部长盖兹敏指控中国大陆 违反南海共同行为准则宣言 在黄岩岛建立新设施 他说展示空中侦察图片显示 黄岩岛上有混凝土石块 与1990年代中国在南中国海上的 美基礁建筑类似 与此同时菲律宾官员还说 菲律宾总统阿基诺三世取消了参加在广西南宁 举行的中国东盟博览会的计划 原因是北京要求菲律宾撤回一项 有关南中国海争议的法律诉讼 有关南中国海主权的争议 不断引发中国同周边国家的摩擦 中国不断壮大的海军力量 更增加了这些国家的担心 中国多年来一直拒绝 同东盟十国就签署南海行为准则达成协议 不过中方最近表示 将在这个月举行有关高级官员的会谈 以上是美国之音 VOA卫视的报道 其实我们看看日本政府表示 他们将拨款4亿2千万7千万美元 来解决福岛核电厂 再一次出现辐射水泄漏的问题 日本首相安倍晋三 他在星期二召开的日本核工作组会议上说 他对增加政府拨款 有助于解决辐射水泄漏问题感到乐观 负责运营福岛核电厂的东京电力公司 一直在努力的储存大量核反应堆冷却水 这几座核反应堆在2011年的地震和海啸中受到了损坏 东京电力公司发现污染水除罐出现了几处新的裂缝 此外福岛核电厂一带的地下水已经受到了辐射水的污染 并且泄露到了附近的太平洋水域 我们知道中国国务院国有资产管理委员会的主任蒋洁敏 在这个星期传出了因为涉嫌严重违纪 也就是坚守自盗严重贪污而被免职 那么中国官方媒体欢呼 就是彰显了中共在打击腐败的决心 不过也有观察家担心这是中共内斗的一部分 接下来BOA卫视记者齐之锋就要为您介绍 世界媒体又是如何来解读这个现象的 齐之锋 好 谢谢语文 在蒋洁敏落马的消息爆出之前 蒋先前的根据地中国国有垄断企业 中石油已经有四位高管因所谓的涉嫌危机及贪污被调查 中国官方的媒体在进行主旋律宣传将丑闻当作喜讯来报道 说这显示了以习近平为首的中共打击台湖腐败的决心 还说外国媒体也唱出了这样的赞歌 官方媒体所摘要介绍的世界媒体报道 好像确实是世界媒体跟中国官方宣传高度一致 也在为中共搞唱赞歌 然而世界媒体报道的原文却跟中共官方的摘要南辕北辙 日本主要工商新闻报纸《产经新闻》就蒋洁敏落马一事 发表一篇报道 题目是不己高官因违纪受调查 是否是中国新的权力斗争的兆头 日本《产经新闻》的报道说 许多人知道蒋洁敏跟去年11月退休的中共最高领导层成员 中共前政法委书记周永康关心密切 蒋洁敏被调查 也使观察家们猜测这是中共党内新的权力斗争的兆头 这本《产经新闻》的报道说 长期担任周永康秘书的四川省文联主席郭永祥 在今年6月被中共纪检委调查 有观察家认为习近平政权期望以反腐的名义 扫荡周永康的影响力以获取民心 把蒋洁敏及其下属的落马不是看作速摊的征兆 而是认为是以习近平为首的中共内部的权力斗争的征兆 这可以说是世界媒体与许多中国公众的共识 法国主要报纸《世界报》就蒋洁敏被调查 发出的报道说 中共当局对国有石油业界高管的打击 强化了先前持续不断的谣传 这就是当局要打击前国家安全总管周永康 周永康的仕途是从石油业界 尤其是从中石油发达起来的 后来在1990年代进入中共高层 总而言之 世界媒体大都把蒋洁敏失宠跟中共前中央政治局常委周永康联系起来 美国主要报纸《纽约时报》发出报道指出周永康目前的困境有他的背景 《约约时报》的报道说 周永康的影响力先前已在中共内部高层引起争议 去年很多观察家表示周永康明显的是力保中共前重庆市委书记薄熙来 而最近薄熙来因贪污受贿挪用公款滥用职权掩盖妻子杀人而受审 《纽约时报》的报道说 薄熙来的倒台及其震荡削弱了周永康 在最近的庭审中 薄熙来表示周永康领导的中共中央政法委命令他采取措施 掩盖他薄熙来的副手重庆市原公安局局长逃奔美国领事馆 《约约时报》的报道说 周永康旧部纷纷因涉嫌贪污被调查 随之而来的调查集中于周永康将突破以往一种不成文的规定 这就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其中包括退休的常委 不会受到贪污受贿的调查 假如周永康在这次中共内部权力斗争中被清洗 那将意味着什么 法国工商新闻报纸《回声报》的报道做出了这样的一番解说 《回声报》的报道说 周永康倒台假如成真将具有前所未有的爆炸性 周永康先前主管监听 主管从而掌握所有的人的案底 把这个人拿倒 将说明北京将势不可当地进行中共干部清洗 以上就是今天的世界媒体看中国 好的我们非常感谢齐之峰为我们所做的世界媒体看中国 继续呢我们要把焦点再度转回到叙利亚 在叙利亚南方城市伊德利普的难民呢 在这个星期跨过了边境进入土耳其 与此同时许多叙利亚的民众对于美国可能针对阿萨德政权来采取军事行动也做出了不同反应 下面继续是VOA为时的报道 星期一逃到土耳其的伊德利普居民说 终于阿萨德总统的军队自星期天下午开始一直在攻击他们的城市 我们正待在家里突然飞来一架直升机一架战斗机 那架直升机朝我们投炸弹 一下子就乱了起来 有人受伤救护车赶过来抢救伤员 这时候第二波轰炸又开始了 另一名难民说 他星期天为了躲避轰炸在一个洞里躲了六个钟头 我们在叙利亚觉得特别危险 我们遭到六次轰炸 我亲眼看到五个骑摩托车的孩子被炸伤 其中一个下午死了 我们都非常害怕 不知道该怎么办 在叙利亚发生疑似化学武器攻击事件之后 国际社会密切关注叙利亚事态的进展 以及各大国在叙利亚问题上的立场 美国政府说 有证据表明 阿萨德政府对本国人民使用了化学武器 奥巴马总统表示 美国应当针对叙利亚政府的目标采取军事行动 但他将会寻求国会批准 俄罗斯外长纳夫罗夫星期一指出 美国提供的证据并不足以使人信服 缺乏有关化学武器袭击的地理坐标和人员姓名 中国政府强调 国际社会应以联合国小组调查结果 为采取任何行动的依据 包括是否使用了化学武器 和谁使用了化学武器 而在叙利亚内部 对美国可能对叙利亚采取军事行动的前景 有各种不同的反应 叙利亚国有通讯社援引阿萨德总统星期天的话说 叙利亚能够反抗任何外部侵略 叙利亚一个合法的反对党 民族协调机构 反对外国势力干预叙利亚局势 我们拒绝美国及其西方盟友 对叙利亚的任何军事侵略行动 特别是因为美国总统直言不讳地说 这种军事行动是为了美国的利益 而不是叙利亚人民的利益 叙利亚反对派则对奥巴马总统决定 推迟对大马什格采取行动 等候国会批准感到失望 反对派官员说 推迟军事打击会让阿萨德总统 有机会伤害更多的平民 回到叙利亚和土耳其边境 越国边境进入土耳其的一些叙利亚人表示 即使美国对叙利亚政府采取有限的军事打击也太晚了 我们希望世界大国发动攻势 推翻阿萨德政权 已经过去两年多了 现在采取行动为时已晚 那我们知道美国总统奥巴马 对叙利亚采取军事行动的其中一项理由呢 就是叙利亚威胁到了美国在中东和亚洲的整体利益 如果美国攻打叙利亚 这对伊朗和朝鲜又意味着什么呢 下面继续是美国之音记者的报道 美国国务卿克里说 对叙利亚使用化学武器采取行动 其影响远远超出叙利亚 这关系到伊朗是不是会因为我们无所作为而大胆发展核武器 伊朗本身也是化学武器的受害者 这关系到珍珠党和朝鲜以及每个跃跃欲试 想使用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恐怖组织或独裁者 他们将记住我们制止了阿萨德政府使用化学武器 还是全世界袖手旁观听之认之 分析人士迈克·奥汉龙说 对叙利亚采取行动不仅是给阿萨德总统一次教训 而且也显示了奥巴马总统在伊朗和朝鲜问题上的严正立场 也许用几十枚巡航导弹进行一到两天的打击就可以达到直接的目的 重振队使用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威慑力 希望让伊朗和朝鲜这样的国家在谋求或者考虑实现核野心的时候 意识到奥巴马总统设定的红线是算数的 自从将近五年前国际谈判陷入僵局后 朝鲜已经进行了三次核试验和一系列远程导弹发射 分析人士迈克·奥斯林说 现在对大马射格采取行动不能忽视平壤 目前叙利亚问题非常严重 我们同时应该关注朝鲜 因为他们知道我们的注意力集中在叙利亚 他们可能会出其不意地干出什么事来 叙利亚军队反败为胜 早些时候 反阿萨德武装在伊朗和伊朗这些的 尼巴嫩武装组织真主党帮助下取得了一些战果 分析人士道格·班多说 奥巴马总统想利用叙利亚向伊朗发出警告 不一定会奏效 在某种程度上 伊朗感到孤立和威胁 很可能会更加谋求拥有核武器 班多说 攻击叙利亚可能会让伊朗进一步认为 有必要获得核威慑 很多人希望制服叙利亚就会削弱伊朗 在某种程度上是会这样 可是这不一定会帮助你达到更远大的目标 也就是鼓励伊朗不要处处设防 鼓励伊朗加入国际社会 放弃核野心 美国国务卿克里说 叙利亚使用化学武器 还威胁到美国在这个地区的同盟 这个问题影响到以色列 影响到我们的亲密盟友 约旦 土耳其和黎巴嫩 这些国家离开大马士革 只有一箭之隔 以色列部署了导弹 防御叙利亚可能发起了进攻 可是班多说 对阿萨德总统来说 攻击以色列太冒险了 叙利亚政府明白 以色列军力很强 现在叙利亚正在为了政府的生存而交战 无法和以色列开辟第二个战场 班多说 叙利亚反政府武装获胜 是对以色列更大的威胁 他说 因为那些四分五裂的派别 更加难以控制 包括化学武器在内的军火库 美国之音电视报道 好 各位观众 以上就是今天晚上第一小时的VOA卫视 我是郑玉文 也请您不要走开 继续收看由宇州和吴欣欣主持的时事大家谈 下面我们就把时间交给宇州和欣欣